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德榮 Property Insight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顏维恩 颜梅恩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可能你现在会说 哎呀 以前哥哥买落就抵了 或者以前婆婆买落就抵了 就是说一些产业 最简单的就是有钱就投资 没有钱就不要投资了 不过很多人也是问我说 什么时候投资是最好的呢 其实你现在投资 5年后 10年之后 或者是到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那一代 你的孙子就会说 以前公公买就抵了 说那个就是你了 因为我经常跟人家说 其实你的人工的起伏 一定是比那个房地产的价格 来得低的 来得慢的 房地产什么时候买 叫最好呢 就是购买 什么时候购买呢 就是你现在做决定 将来你现在就变成购买了 所以你要买家军 现在快点买 Anytime 都是投资房地产 产业的一个好时机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关于投资的tips的话呢 记得留意 Property Insight 为你举办的这个广告 投资理财系列 记得4月21号星期六 早上9点到5点 地点就在Sansour City的 Celebration Center 到时候我 颜维恩也会在那里 跟你见面哦 我林德穎 约定你啦